好接著我們要來 在課程管理一開始的時候我們要把一些課程的資料 從我們的Google試算表裡面先把資料抓出來 那我們會去列出 我們單純先列出 課程編號跟姓名好了這邊給他改一下 課程編號 好按課程名稱 好那我們要把這個課程標跟課程名稱抓出來 然後show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把一些東西先整理一下 順便把它刪除所以我們要先建立一個檢視頁 那這個檢視頁是在哪裡呢 檢視頁其實就是在這個 課程管理ViewManagerClass這個頁面 好那 之前我們做測試的時候有一些東西我們把它 先移除掉 這樣比較單純 比較單純 比如說從程式碼抓資料這個我們先把它移掉 因為暫時不會用到了 好 那我們必須有一個是 從程式碼那邊抓資料 那show在這上面 那什麼時候會去抓資料呢 就是 網頁載入的時候 會去抓資料 那 網頁載入到什麼時候去抓資料呢 我們打算就是在View 呃 View 結 呃 建立完之後就抓資料 好 這樣好了 那這裡的註解方式我們先修改一下 因為最近有看到另外一種比較好的方式 比較好的註解方式 他是寫這樣 在這個後面 那就知道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New View 這個的 最後 好那就知道說這個是 NewView這邊的 使用的 那這邊 View裡面會有一個建立的 方法 可以看一下 應該是說他的生命周期 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生命周期那個可以去呼叫的 他是當他建立完之後看一下 寫的很 拉哩拉扎的東西好像沒有什麼 沒有秀出重要的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 有嗎 看一下 喔對沒錯這個東西那他元件建好的地方是 這邊元件都已經出實話 觀察值都有了好 叫created 好那我們來做一下 所以這邊是 會有一個 created 這個時候做一個function 應該是這樣 我們來試一下 那 created的時候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我們去改這個debug的字 先測試一下是不是可以 呃動了 那把它關掉 一樣Apple變 課程管理 嗯 好像東西不見了 看一下 呃 created debug 啊 對這邊是錯的 這個如果在 指定他裡面的值的時候要用lis 然後去改變他的值 來再來看一下 好這邊就會變created的 沒錯啊那這個方法是可以成功的 那我們要在這個created的 中間的時候去 呃 抓資料回來 那打算抓什麼資料呢 我們先 做一個假的資料 那假的資料 比如說這邊會有一個 呃 datas 會抓一個datas回來 那datas 比如說他是做一個正列的datas 那正列裡面會有一些物件 比如說 呃 id吧 就是編號 編號 比如說 a1 a1 那 名稱 音樂課 現在都是用我們自己打的 那到時候會去 後面呼叫回來 那我們先自己打一下 先確認一下 ok 好那這邊的時候 然後資料這邊我們會再多加一個東西 呃 就是 他的資料叫 課程資料 那 我們這些課程 角色是叫做 class class 呃 呃 直接我選擇叫 view models 要負數的 那他是一個正列 OK 好 那 資料抓回來之後 上面這個是 這兩行是 假設是去抓的資料 抓回來資料 那抓回來之後會指定給我們自己的 這個 上面的viewmodels 這個可以自己取名字啦 好 這樣子 就會把抓回來資料傳給這個viewmodels 那viewmodels在這邊的時候 就可以讓我們來運用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來對 針對這個viewmodels做一些運用 好那我們做在這邊好了 那一樣我們會用 呃 DIV的標籤把它包起來 那我們包的時候大概會這麼包 呃 他可以有一個叫做 v4的東西 那v4可以帶viewmodels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因為view這個也是剛才在使用而已 他好像一個叫v4的東西 好這邊有看一下寫的好不好 好那他的用法就是view4然後是一個itemindex 所以我們這邊一樣 一樣來做他是 一個 括號 然後會有一個 物件然後這是他的縮影值 好所以這邊是物件 o object 物件和縮影值 然後是在 哪裡面這個後面這個就是他的 裡面一個datas Datas裡面的東西 看一下 好那他就可以去 一一的把資料秀出來 那我們去把資料秀出來看看 那秀資料的時候 我們一樣 用 要不要DIV呢 先暫時不要好了 我們先直接秀資料出來看看 比如說obj的id 比如說obj的id 編號 那記得要秀資料的時候要用大瓜 控兩個 合成名稱 obj的name obj的name 那至於為什麼是obj的id跟name呢 因為你看我們資料格式這邊會有兩個欄位id跟name 所以這邊秀出來就是id跟name 那我們來看一看效果如何 先關起來 好果然有他就會秀出編號A1課程名稱是音樂課 那編號A2課程名稱就是跳舞課 好那暫時顯示資料這樣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接著就是說 要怎麼把它弄得漂亮一點 最好是類似一個用表格的方式 好所以我們來用類似表格的方式 那我們來看一下 DIV 表格 記得是有個 Table的表 那看一下用這個看看好了 線上 表格產生期 看一下別人的分享的方式 他是用一個 CSS的table 那他就可以去做出一些內容 好那我們一樣把它 把他 的style的方式扣起來 那style的方式要導入呢他是用 在title底下 所以我們在 其實是head區啦 就是head的地方 把它貼上來 那這表示 看一下 這個 Google的這個編輯器最討厭一點就是他Table鍵沒有辦法做進行沒有進行沒有很好的作用不能切 4個然後 排版也不能做很快速的排版 不像 有的這個瀏覽器 他是可以 呃 比如說 他是可以做很快的排版 他是可以做很快的排版 好吧來這邊排版一下再複製過來 好爛 那這個 重新排 Table鍵完之後又亂掉 好吧就只好先留這樣子 那先看一下這一段 那他是指 如果帶一些CSS table的時候就把它Display成一種table 然後 那個 以前的叫做 THED區 那他就把它設定成 Head Group 那其實這個不要也沒關係 我覺得是不要不用不需要這個 那Body 其實也不用 做這個Body了 那主要就是這個TR 顯示成table row 那這個也不用 主要是TD就是table cell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所以呢他就會有一個 來畫一個 用DIV畫一個表格 那他會帶一個class 叫做 CSS table 我直接把它扣過來了 好 這樣代表外面是一個表格啦 DIV的表格 那DIV的表格里面就會有 Row Row 所以也就是 來 叫做 叫做TR 所以在CSS table底下會有 一列一列的 那 比如說這一列底下他就會有 兩格 那格子叫做 那格子叫做 TD 那上面就會有一個叫 課程 編號 編號就好了啦 那他會有一個格子 叫做 做課程名稱 好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效果怎樣子 好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效果怎樣子 會有課程編號跟課程名稱 可是你看不出來他的狀況 因為他的CSS這邊 應該是要有格線啦 那我是沒有很記很清楚他格線的方式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寫的 給個格線吧 應該是boulder border 來之類的 好 就是這個 來看一下 border 那這各位可以去研究一下 把格線畫下去 那底下的時候就是我們要輸入輸出這個抓出來的資料 就會用到for回圈 這邊我們會帶一個v4回圈 那就是把下面這個帶進來 表示這裡的例是讓我們讓他去自己去產生 而且產生完之後其中一個是填 編號 然後 一個是填 那個 課程名稱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把這邊刪掉 那一樣在這個之前帶一個hr 把它分開啦 好我們來看效果怎樣 好果然是有這樣的但是他只有畫外面 因為少畫到一個格子 趕快再來修改一下囉 應該是在sale的部分 好我們來 詳細看一下 好這樣就會有一個格子了 那就會有顯示 A1A2 音樂課跳舞 那我們待會在這邊 這新增課程嗎 那我們這邊會多一個操作 順便把它做起來 可以看詳細資料 根據修改資料 刪除資料啦 所以我們這邊再多做一個格子 啊 錯了 錯了 那底下就會多一個東西啦 那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我先簡單寫了 詳詳細了 我用一個spam標籤把它框起來 然後會有一個叫做編輯 修好了 那會有一個是刪除 3 好那我們先看一下狀態怎樣子 好那就會變成說是這樣子 但是 這裡為什麼 啊我少寫一個東西 這邊你記得 類別是 TD啦 看一下 看一下 好那就會有一些東西雖然很難看但是就是這樣 那我們會 在這邊做一個可以點下去那就可以去 想顯示詳細資料點下去修改資料點下去刪除資料 好